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个生肖惹不起,它们冬至开始,实在太旺了,连续十年运势高涨,生活红红火火。 冬至开始,连续十年运势高涨,生活红红火火的生肖,来看看您或者您的家人,再不再列。 生肖牛,牛年出生的人,他们十分古灵精怪,同时脑子聪明灵活。 未来运势上,生肖牛之人,近来有五火生丑土之举相助,整体运势提升,而且十二月二十二号冬至开始,连续十年运势高涨,家中喜讯不断,并且他们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。 只是目前还需要更努力才行,往后神来期望,生活红红火火,有望富贵平安,生肖猴,属猴的他们身安为人处世之道,崇尚和睦,而且勇猛果断。 最近运势上,他们有小天刚,吉星庇佑,横财发不停,而且十二月二十二号冬至开始,连续十年运势高涨,轻轻松松就可成就一番伟业。 慢慢能够发现,事业中努力有了回报,未来将会畅通无阻,今后天生有福有路,一生乐多忧少,生肖兔。 属兔的人,往往洞察能力非常强,做事认真负责,同时他们善良没什么坏心眼。 往后运势上,生肖兔年龄太岁土旺,财运也会节节攀升,而且十二月二十二号冬至开始,连续十年运势高涨,生活红红火火,往后经运之命,有望心想事成。 取得一番非常不错的成绩。 生肖鼠,消鼠的朋友。 冬至开始运势将来一个大反转,一改前几个月的低迷,向着越来越旺的方向发展。 尤其在人际关系上,你们是大赢家,忙的时候有人主动帮忙,帮助减轻工作负担。 月底结算工资的时候,他们不邀功,把工作量都算在你一个人头上,这样你们的正才增加不少。 脸上每天都笑容满面,爱情上单身者容易发生厌遇,已婚者夫妻感情融洽,生肖虎。 熟虎的人在冬至开始,最明显运势的提高,就是自身的感情方面。 自身红乱心动,单身的人,容易和喜欢的人走得更近,对方主动表白的机会也会增大。 已婚的人婚姻上的问题,也会得到解决,长期矛盾会有转机。 虽然有些问题,短期得不到解决,但是已经好抓,慢慢改变。 生肖蛇,鼠蛇的人在这段时间,自己的财运相当不错,特别是外财收入能够提高,增加明显,但是自己的开销也会增加。 鼠蛇的人,自己如果有事业考虑,就多努力。 虽然条件上会差一点,但是好运不等人,不抓紧机会,可能就要错过。 吃点苦,受点醉,也是很值得的。 生肖鸡,鼠鸡人12月22号冬至开始,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不断,好运恋恋,贵人出现帮助你。 投资上也会出现很多机会,保持乐观心态,就算暂时出现困难,也会得到解决。 鼠鸡的人要多在事业上坚持,意外好运会经常出现。 感情上,如果有喜欢的人出现,也要抓住机会,避免失去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,使应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,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周五迎冬至。 命理师铺六开运妙招。 吃对金包银。 四生孝冬至后财运翻倍。 本周五就是冬至了。 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。 这天也是北半球白天最短,黑夜最长。 过了冬至白天逐渐延长,夜晚逐渐缩短。 古人说冬至一阳升。 意思就是,因其到冬至时盛极而衰。 阳气则从此开始萌芽。 对此命理师,也分享六大开育妙招。 另外还有四生孝,在冬至后即将苦尽甘来。 命理师柯百成在脸书发文指出, 今年的冬至,是在上午十一时二十七分交结期。 因此建议大家可以在下午十三时,午休时间前闭目养神一下。 只要有十五分钟就可以保养元气, 让冬至一阳来复的纯阳之气。 台运整个冬天,倘若无法的朋友, 也可以在最晚十一点就请。 闭住眼睛什么都不做,至少十五分钟。 柯百成表示,台湾的冬至一定要吃汤圆。 切记一定要吃红白两色,双树。 这两色分别代表金与银。 两种汤圆都吃才能包金包银。 如果是吃包馅的汤圆,得吃双树,才不会落单。 另外他也分享其他开育妙招。 像是吃猪脚面线岩寿,除晦气。 是冬至的开育食物。 吃素朋友也可以吃晚素面线, 就可以让怀孕过境。 另外如果要祈求姻缘桃花的, 错过了中秋拜月老。 冬至这一天,就要记得去月老庙白白。 贡品方便用汤圆的, 就要用双树的红白两色汤圆。 或者是麻鼠也是不错选择。 切记一定要双树象征,双双对对。 最后他也提醒, 从2024甲晨年起, 会由北极玄天上帝开始掌天盘。 过去事业不顺, 年底面临财源减薪, 这天也可以去拜。 玄天上帝庙上香祈福, 才能好运旺旺来。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, 命理专栏走进星座世界分享。 冬至过后有四大生肖, 将迎来财运亨通。 事业有成的宏伟时刻, 奖金更是有望翻倍。 生肖署它们在职场和财务上的表现, 可能会有明显的提升, 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。 而且贫瘠敏锐的洞察力, 能抓住一些商机, 财运如雪般飘洒而至。 工作方面也会得到认可, 奖金有望翻倍, 生肖牛。 它们具有扎实的工作态度和耐心, 这段时间会因为一直以来的坚持和付出, 而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进展, 财员也将因此广进,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生肖狗以诚实守信和努力工作著称, 在这段时间里, 它们的付出可能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, 事业也会迎来一些机会, 职务的提升, 将为它们带来更多的财务回报, 最后是生肖龙, 它们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。 在这段时间里, 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, 但却能够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应对, 挺过披荆斩棘后, 事业上的成功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 不知不觉又到了冬至, 吃汤圆的时刻了, 以上仅供参考, 切勿过度迷信, 那摩大慈大悲观, 使应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静, 孝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兴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